水彩拼貼 我們正式開始了 首先我講一下 其實水彩拼貼 我覺得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 有構圖 設計好 哪個部分是什麼顏色 哪個部分是質感的 水彩 然後再畫 再絲 再貼 所以由構絲開始 再畫 再絲 再貼 另一個方向 由畫畫開始 完全沒有任何構絲 畫完水彩 流動 靜觀 其實某程度上是靜觀的過程 很舒服 或者很治癒 玩完水彩之後 再去試 再去看看 究竟手上有的碎片 或者那些顏色 聯想是什麼 然後才會拼拼 拼到一個想像出來的畫面 所以這個 就是反過來的 沒有任何計劃的情況下 看看你聯想到什麼 拼貼了什麼出來的 由這兩個路線 今天我們會做的 就是第一個 比較基本 和簡單一點的 因為大家第一次接觸這個畫面 就由構思 有計劃的做法開始 所以現在我想你去 去試一下 究竟你想你的圖 是怎樣的 舉例 我這幅圖 就是像山水畫一樣 即是有一座山 還有背景 還有一些花花草草 和樹木 這個就是我的圖 所以現在我們要找一張草稿紙 去畫一下 建築稿 這幅圖 亮著山 有河流 有些草 還有天空 這樣的 不想要看到 很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